张华县政府为关怀及照顾弱势民众 15日启动寒冬送暖关怀无碍 春节未问列车 县长王惠美首站到张华市区关怀独居长者 杨玉芳阿嬷 并一起围掳享用年菜 祝福阿嬷福气满满过好年 接着前往慈生仁爱院发放福袋加菜金 期望抛砖引玉把爱心散播到彰化县各个角落 年节将近我们还有很多六世朋友六世家庭 需要我们大家来关怀 而且感谢我们社会国家的这一层 有40位的党委来共同 来关注我们110万元联合 还有很多的博主 希望透过我们的资源整合 我们急需要帮助的乡亲 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在这里再度感谢我们首位观望 关注所有的党维各人 祝福他们开入桌 参考千千万万倍 我们团队有个同事吗 持生一大名字 他一直上任的来持生关系 其实现在也很无用 几个人来照 他真的好便来这里 来看他们 感谢 很欢迎 很幸福 我爱我们的管门 很照顾 张化县寒冬送暖关怀无碍 春节不打烊系列活动 展现政府与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期望借由此活动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加入助人行列 让张化县的社会安全网络 慈善团体工作能够更蓬勃发展 实践美好张化希望城市的宪政愿景 公益频道赖青龙 张华云 张化采访报道